好,各位同学,我们在学习完了战和对列之后呢,我们再来看本章的另外一个基本的数据结构,数组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数组的类型名义。 在这里呢,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就行。 我们看一下二维数组的定义。 很简单,大家看一下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元素的集合。 数据关系呢,有行关系,有列关系。 因为二维数组,大家都很熟,我在此呢,也就不给大家啰嗦了。 好,我们继续往下看。 数组的顺序表示和实现。 我在开始本章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,数组呢,只有顺序存储结构。 为什么呢?我们来看一下啊。 我们说数组的这个类型特点呢,对于它来说,只有野余用型的操作,没有加工型的。 也就是说,对于数组呢,它不会有什么插入啊,删除啊,操作。 只有这种定位啊,查扫啊,存取啊,等等这些操作。 那么大家应该想一想,我们在介绍信心表的时候,介绍顺序存储结构和链式存储结构。 那么,在介绍信心表的时候,顺序存储结构和链式存储结构各自的优缺点的时候,我们就说过啊,那个链式存储结构呢,插入删除这些加工型操作的时候,用链式存储结构比较好。 而这个,呃,引用型操作呢,我们说,这个,用顺序存储结构就够了,而且还快。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数组来说,它呢,只有这种顺序存储结构,而没有必要用链式存储结构。 因为咱们不会在数组中什么插入一个元素啊,删除一个元素,对吧? 好,那么数组呢,是多维的结构啊。 而存储空间呢,是一个一维的结构。 这一点也需要大家注意啊,我们将一个二维宿主或三维宿主啊,给它放到存储器中啊,那存储空间呢,本身是一维的结构啊。 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多维的结构给它映射到一维的结构中呢? 通常是有两种顺序映像的方式。 一种呢,是以行序为主序,还有一种呢,是以列序为主序。 那么低下标优先,这就是以行序为主序的方式。 那么以高下标优先,这是以列序为主序的方式。 好,那么我们看一下以行序为主序的存储印象是怎么来做的呢? 假设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二维宿主,两行三列啊,A00啊,一直到,呃,A01,A02,然后下一行是A10,A11,A12啊。 啊,那么我们给它啊,放到这一维宿主中呢? 呃,不是,给它放到这样的一个一维的存储空间中呢? 我们如果行优先,那就是先放D0行A00到A02,然后再放第一行A10到A12,对吧? 好,这就是以行序为主序的这样的存储印象。 啊, 那么,在这样的话呢,大家可以看到,在二维宿主A中,任意元素,啊,AIZ,它的存储位置,啊,都是等于G值,加上B2乘I加Z,乘以L。L是什么呢? 是每个元素所占的存储单元。 好,这个式子呢,大家也应该不陌生。 首先那个00的那个地址呢,是称为G地址或G值。 那么,我想给大家介绍这一点呢,实际上是想说,二维宿主,啊,或者是多维宿主,它是一个随机存取的结构,是吧? 只要你知道G值,你找任意元素,I行Z列,啊,任意元素它的时间都是一样的。 那么,二维宿主,它的随机存取特性,这一点很重要。 因为我们后面要讲到特殊矩阵的压缩。 对于这些特殊矩阵,我压缩之后,不应上市它的随机存取特性。 好的。 谢谢。